今天非常豐富 我们受人牡丹相亲 好认识说别 平农县政府12号在大礼堂 举行牡丹社事件 导览解说人员受证仪式 为建构完善导览培训机制 县府这次结合交通部观光署 平农科技大学 牡丹相公所等单位 内容包含牡丹社事件文化历史 生态环境调查监测 解说技巧等面向 经过严格考核 成为牡丹社事件导览人员 能够加入一点点 比较属于在地特色的 一点点的一个观点这样子 尤其是当一个 自身的导览解说员 待久了多多少少 你就会有你自己的一个看法 的一个分享的机会 当然啊 最好是都要有 我自己是英文导游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事件 推广给外人 那我自己也有机会去 把这个事件 跟那个毛利人 最近来参访的毛利人来介绍 他们非常的感动 他们非常的能够感同声 受到我们这个少数族群 被那个主流社会给迫害了 这样的一个感觉 一百零七年 县府将车城乡九村 牡丹乡六村 以及满洲乡三村 划设为屏东县洛杉丰风景特定区 积极打造恒春半岛重要的历史场域 让专业导览人员发挥部落文化优势 及解说技巧 扮演走读土地的引路人 他们除了守护着生态 寻找着生态 还有相关的文化传承 带领大家更深入的来走读 我们的洛杉丰风景区 带大家更一页一页的来阅读 这个牡丹社事件 牡丹乡運喻 牡丹乡族 阿美族 平浦族 客家人等族群 且拥有丰富的自然 历史文化产业 期待透过在地人说在地故事 让人民土地文化 更有无限生命力 历史文巴朗 屏东市 想不到